首先我們要和長頂禮我們根本傳承喪失 師尊蓮森活活 大白蓮花童子 紅白黃花 歷代祖師 坦誠三寶 還有今天護摩 祖尊西方三聖阿彌陀佛 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 大世智菩薩 其請傳承大家事 今天上司選了這一本來自火果的語言 我選了很久 因為很多上司講了很多本書 那我東挑西挑 東選西選 我竟然選了249本書裡面的 來自火果的語言 我差不多看了一個月 快要把它背起來了 原來師尊這本書是他50年修行的心得 全部寫在這本書上 讓我看得很驚訝 所以我就從頭背到尾 裡面全部是口訣 無上的口訣 你要如何 如何的修 才能 來自佛國回到佛國 師尊 他是為眾生的佛會而來 當然師尊他在秩序 來自佛國的語言的秩序當中 他講了 我從佛國來 將要回到佛國去 各位上司 法師 師兄 師姐 我們一定要跟著師尊成活的腳步走 我們才能回到佛國去 西方極樂世界 磨合雙蓮池 那我們一定要擁抱師尊修行的心機利路 他的心機利路就是真活祕畫 我們一定要擁抱他的真活祕畫 我們不能當追佛祖 你當追佛祖 你就要準備頭七 喪師 法師 你要 準備頭七法師你才能回氣 臨時抱佛腳 但是你只能到 極樂世界的 代夜往生淨土去修 繁聖同基土去修 你的這個四聖 阿羅漢 僧文元絕 菩薩 一地 歡喜地到遠行地 第八地不動地 第十地法淫地 這個菩薩十地 你就到不了 所以一定要擁抱 師尊的真活祕法 那他的無上口訣 難度很高 我看了一下 真的 每個 每篇都是口訣 都是兩個字 四個字 所以說我看的是說 如果在四十分鐘 把這個師尊的口訣全部 把他講完難度是很高的 相當難 我看的是相當難 這個就是說 我稍微練一下 一些來自火果的語言 師尊的那個秩序裡面 我稍微簡潔的講了一下 師尊二十六歲 姚慈姬母啟門 到他 經過紅白黃花祖師的這個 法教 還有虛中 虛空中蓮花 童子的 到這個極樂世界 摩托雙蓮子 可以見證了他是大白蓮花 童子的轉世 這全部都寫在這前面 這幾篇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這個 實在是不太容易 這本書真的不好講 而且裡面都是相應的口訣 從這個 凡夫俗子 經過了這個 真火祕法 大手印 到最後大圓滿 子操 頓操 一位儀家 修到五位儀家 四儀家 這樣子修下來 師尊 他講了 他有九年的孤寂 閉關三年 最後又閉關 在大西地又閉關了六年 六年 定的是 六年九個月 剛好是九年九個月 師尊才會有今天的大成就 洪荒化身 寄生成火大成就 所以我把它 編列了這個八個篇幅 我一個禮拜年把它編出這個八個重點 我們今天 簡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 你如何擁抱真火祕法 跟師尊成火的腳步走 不要當追火主 環境天天環境 每個禮拜六環境 因為很多弟子 他是靈異體質 他很容易卡陰 你禮拜六給師尊環境 你又跑去了 不乾淨的公堂寺廟 或是說你清明節掃墓 你到醫院探病 你都會卡陰的 那卡陰的時候 我們就用師尊教我們的珍火祕法 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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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 自擺病 但大悲咒水很難相應 因為他有83個佛菩薩的這個聖號 你要把它背起來 裡面是83個菩薩的那個金句 但是那個 每一句 其中有一座是三 所以一定是83個菩薩的這個名字跟心咒 你要把它背到 他降下來 從虛空降下來實在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但師尊的咒我們是最好修 我現在講一下就是說 我28歲歸一這個師尊這個 我看了師尊的書 歸一的師尊 那一本書 就是徐老爹拿了一本書 叫做《靈基神算漫談》 他拿這本書給我的時候 他說天下第一神算就是 Mastro 盧師尊 你要不要看這本書 那時候我在賣電視冰箱 我在賣Sony的 他就拿給我看 因為那個徐老爹 他娶了嘉義人 所以他是師尊的粉絲 所以他拿給我看之後 我一個晚上就把他看完 第二天 我跟他要 他又拿了兩本書 因為《靈基神算漫談》是上下策 他引我進入真佛中 讓我變成追佛主 我就坐飛機去美國找師尊 我去了十六次 卡在一百多萬 因為追佛主 一直戒 一直說 一直戒 戒到最後說 糟糕 卡在 我變成一個卡在族 所以說我 我最後醒過來了 我不能當追佛主 我一定要擁抱 師尊真佛祕法中的口訣 這是第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但是因為這兩本書啊 第三本是 靈的 靈的真諦 因為這《靈基神算漫談》 讓我變成真佛中的弟子 讓我變成追佛主 是因為師尊把我點醒了 他喚醒了我的佛會 他在夢中告訴我 說你吃樓要拿佛祖鎔經 奇怪 我看了師尊三五本書 就做這個夢了 你吃樓要拿佛祖鎔經 我跟師尊在夢中的回答是 我什麼都不想 我才看你幾本書 我要怎麼拿佛祖鎔經 除非 杜飛 你把我教出塞 教後很厚很厚 所以我吃樓口 我就拿佛祖鎔經 這樣對不對 結果師尊跟我說是 是 因為師尊講台灣話 師尊的台灣話有腔 有一個很濃的那個香土味 很濃的 就像他在家裡輕的那樣 很濃啊 所以我把他 我做了這個夢之後呢 我跟師尊說 但是要等我兒子長大 我兒子才三歲 可能要六十歲後 我才可以替菩薩獎金 你一定要把我教很厚很厚 沒有 我不用拿佛祖鎔經 我是一個打工仔 賣電視冰箱 扛電視機冰箱 去人家家裡安裝的一個師傅 還有小老闆 你要變成一個佛學大師 要去那邊跟鎔經 真的是impossible 不可能 但是這個夢 我就講給了我家師傑 就是現在的聯母法師 他跟我講 我走火入魔了 師尊住 師尊住在美國 這個夢可能是亂夢 我就不管他 我就開始 繼續看師尊這本書 當我買到了大概二十多本的時候 我本來是要去台中找師尊 結果師尊說 已經移民去西雅圖 在那邊閉關三年 那時候我真的是 有一點失望 我真的想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不在台灣 那時候要去美國 遙不可期了 這是真的是 遙不可期的 因為這個 我這個白手齊家 實在是不太容易 但是真的 師尊來真的 那時候沒有徵活經 我念這個 觀音菩薩跟師尊的心咒 那時候都是念常咒 就是每天一日一休 這樣子休 但是有時候我就偷懶 就沒有休 結果師尊就在 早上morning call 叫我起床 叫我背高昂金 我真的背得很丟臉 因為我背不出來 你說你換課太多了 我不是一日一休 一個禮拜一休 還是初一十五一休 因為剛 鮭一是搖罐 瞎拍去美國 然後再回心 在面向東方 在陽台上面 面向東方 我自己一個人 鮭一自己休 就有空的時候就遲咒 但是他師尊常常往上 晚上或是 半夜或是 早上給你morning call 逼得我不得不休啊 所以我就真的一日一休 然後他會在虛空中 虛空中敲你頭 敲到你 就是醒過來 所以我說歸還沒有一年 我就鈍斷一切惡習 什麼叫鈍斷一切惡習 因為你要守戒 密教十四大戒 自私法五十宋 活門基本五戒 殺到邪妄淫 我一夕之間就把它斷了 麻將不打了 開始吃藻栽了 出一十五了 有時候吃泉素 我變成一個修行人 變到變我的老婆法師師傑 很緊張啊 說Mastro的書不能看 你快變和尚了 你還要養家你的小愛才三四歲啊 他開始緊張了 每次我在偷看世尊的書 他就把我藏起來 所以我找不到書啊 因為他怕我當和尚 無恥無恥子 我跟他講 六十歲 我在夢中跟世尊講 六十歲替佛菩薩獎獎金 我現在開始要守住那個戒律 所以我就去挑戰菩薩戒 我的菩薩戒是在本師堂 年級上師啊 就秋紅港上師那邊 我在那邊挑戰 菩薩戒 我就死 歸一年我就去受菩薩戒 結果 不知道菩薩戒有四十八條裡面 那麼多戒 越看越 越緊張啊 越看越緊張啊 戒 哇真的很難熟 所以菩薩戒是易壽難熟 每次換戒的時候啊 去KTV 在那邊唱歌跳舞的時候 哇糟糕換戒了 所以我就常常在看戒 因為我看 你看我換到這條 因為換戒真的會處罰 師師會來敲我頭 所以我真的 什麼KTV麻將什麼都不敢打 真的變成一個和尚 因為你藉手到這個程度 就變成一個和尚 但是還是沒有相應 只是夢 偶爾會有夢相應 但是我念這個師尊的星咒 要念到什麼 念到一百萬遍的時候啊 哇那個相應是不得了 那個夢啊 越來越多 夢視越來越多 連明天會下雨你都知道 我還夢過那個龍王 龍王叫我起床啊 他說叫我起床是用噴水的 噴到我頭頭濕耶 我看屋頂有沒有破沒有破 我住十三樓那個大樓啊很新耶 不可能會漏水 這樣噴噴噴叫我起床 他說美國加州森林大火 我們來救火炮火 我說我還不可以飛啊 你趕快去炮火 他就這樣子 我跟龍王 有一個禮拜的緣 因為我逛過那個海龍王我們去丟寶瓶 那時候在大雄堂呆共修啊 就丟寶瓶 我們去綠島丟寶瓶 就跟龍王接了這個緣 所以他叫我起床 結果是說 森林大火要救火 要打火 大家一起飛 我真的飛不起來 又過了一陣子 師尊又來教我怎麼飛 那個靈魂出遊怎麼飛 從這裡飛出去的 我最遠的時候飛到那個 紐約去聖利女神那個 看那個聖利女神 要跑到溫哥華 看那個花展 到處飛啊 一直飛就亂飛啊 夢遊就是亂飛 那你回來之後 你沒有辦法下床 因為你晚上沒有睡 所以這個 師尊的心中 念到一百萬遍是很很神奇的 真的很神奇的 那感冒 感冒呢 我就是用師尊 開示中教的三烘水 怨咕嚕 連身吸滴怨 怨怨怨 就寫三個怨字 那就求三烘水 師尊我感冒了 我沒有錢看醫生 請你加持我 就喝著三烘水 我大概喝三杯那個感冒 咳嗽 然後就不見了 所以我的健保卡 二十五年沒有紀錄 沒有感冒紀錄 在我都看高雄醫學院 高雄醫學院的那個 醫生跟這個 護理人員跟 掛號處的那個 老先生都說 欸 年輕人 你都沒在看白 你怎麼健保卡 二十五年沒有紀錄 因為我只看高醫啊 高醫我認識很多名醫 所以我都是 我都是在高醫 就說我這次來健康檢查 這兩年前我去健康檢查 上次的健康檢查 是三年一次 五年一次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說 三烘水 叫三燈給他喝 試用師姐你的感冒 會不見 而且不容易感冒 你修到最後 你的師尊的心咒搭 一千萬遍的時候 你不怕難 上次這個衣服 可以撐到八度 六度我才會穿個夾克 我現在的體質是變成 十八歲的皮膚啊 今年上次六十一歲 是十八歲的皮膚 就是喝山風水喝出來的 所以我們 真的要 對師尊有信心 你們說是不是啊 不管外界 怎麼批評師尊 我都對師尊很有信心 我從追活主追到 現在 是復教復師 只要師尊一回來 我絕對 一定 再怎麼忙 我都會出來復教復師 師尊 欠請我出家 是在二零零八年 在香港 這個夢啊 是在香港 師尊給我討問說 你不是說吃樓 要貼服做工程 說你兒子大 其實我忘了這個夢啊 因為經過了二十年 那師尊跟師母入我的夢 在香港跟我講 我跟師尊 我跟師尊說 此夢沒有忘 師尊跟我說 你兒子大了 我說是 二十八歲 說師尊 說師尊畢業 師母跟我說 你怎麼這麼久沒回來 美國 參加法會 我十二年沒有去 美國西雅圖 十二年沒有去 師母碰到我說 你怎麼 蓮花夫人 你怎麼這麼恐怖 因為我十二年沒有回 西雅圖 很多人以為我這個唐族 已經退出征活中啊 十二年沒有回美國西雅圖 因為是師尊閉關六年嘛 我又六年 帶小孩去墨爾本移民 五年 要去上海 又十年 這樣飛來飛去 就忘掉 忘掉了那個夢啊 所以說我就很緊張啊 那一天七點起來 我就很緊張 啊 慘了 師尊要去做飛行啊 我開始心神不靈 三天後我回來 回來高雄 這個 蓮母法師啊 我師姐說 欸 師尊喔 前幾天來我們家 他說叫我們要弄一個火堂 他要回來獎金 哇 這個夢連結起來 我就心神更不靈 我馬上打電話給台灣臉仗室 蓮澤 上司 我說蓮澤上司 師尊出關嗎 師尊回來嗎 我忙已經來了 他說沒有啊 師尊 如果公佈他出關啊 他說在黑白夢 就把我掛電話了 再我真的說 欸 因為兩個夢連起來是 因為我們 我家師姐是很反對我出家的 他夢到師尊來告訴他 哇 他很少夢到師尊的 因為他家是 他家三台白馬祖堡啊 他家 他老爸 我業父蓋了一個馬祖廟啊 跟北港朝天空那麼大 三台特愛抓的魚 每天都在當機得逃辦事 他說師尊的神通 雅貴媽祖堡啊 他怎麼打 怎麼罵 他都不會相信啊 對不對 我說我們輸就好就好就好 他不相信啊 這很多就是緣分 我說師尊你要討的 你要用夢神通討的 我們師姐 才會瞞我的願 我吃了我可以拿佛祖堂 所以 所以師尊真的要度他啊 師尊獻得神通度他 所以我們09年我們 師尊從柬埔塞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出家了 我只有一出家 他說 他說等我三年 我說買啦 我們做同班同學啦 這樣煮飯比較好煮啦 他跟他媽媽講我跟我媽媽講 就蓋個章就OK 我們就來 台灣雷杖市 出家 當威德佛學院 做雷杖一筆秋 那也要感謝這個 西雅圖的那個聯火上司啊 聯氏上司 他推薦我去問世 問這個 請這個連結香花糖上司 幫我問世 我們夫妻一起出家 可以嗎 可以嗎 結果師尊說可以 所以師母就打電話給我說 師尊同意我們夫妻一起出家 三天後 來台灣雷杖市做梯度 稱為雷杖一筆秋 這其中都是有很多的姻緣跟貴人 就是說 這就是跟這個 這些喪失節的善言啊 還可以幫我問世啊 要感謝他 今天剛好他也在這裡 謝謝他 讓我成就了 金剛阿瑟里這個夢 我的菩提之路 才會這麼順暢 當這個喪失 是這樣子的 我沒有想到我會傷喪失 我想我這輩子是不可能當喪失 因為 有一個同門跑來跟我說 沒有一個喪失 沒有一個資深喪失 會推薦我當喪失 這個師兄今天他很像有在場 他跟我講了這句話之後 我是說 師尊說 你要當喪失的條件 你要出家滿六年 表現優良 表現優良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最好 還有一個資深長老推薦 我一聽這個 這個師兄 他有看YouTube網路 他一看了就跑來我家 跟我講 你做上司沒夢 你看你當主 因為上次是 歸一六年 當唐族十八年 就二十四年 我出家當法師六年 剛好滿三十年 他跑來我家跟我說 你不可能做上司 你不忘了 對我知道 我沒有希望 但是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好習慣 我背了師尊兩百多本書 書中的口訣 我寫師尊一日一休 師尊怎麼修的 我全部copy 我把它學起來 早上起來 師尊早上起來 這個是來自佛國語言 裡面無下 你們回去慢慢看 我把它連結在一起 你們就會有經驗 第一個就是 我剛才講的是 師尊的心咒 一咒詞到底 到一百萬遍 很多夢事 就夢見如師尊 遇見本尊 天垂意象全部跑出來 你念到一千萬遍的時候 就天垂意象也走出來 常人上司說兩億遍 一天死了 死了這個 兩萬 師尊的心咒 你看常人都這樣 有沒有看到 他還沒有當上司 我就認識他了 他就這樣 我在追佛祖的時候 我認識很多 很多老上司 很多上司都還沒有出家 包括香港的 連漢上司都沒有出家 因為我已經32年了 在看師的書兩年 我跟真火中結了 34年的緣分 在做的要比我老的不多 就是這些 這些師尊的這些老弟子 不要算 你們要超越我的 真的不容易 所以說我就 這個緣就是這樣子 我就要這樣子追 這樣子跟 我算過嘛 兩億遍 三十年你一天要兩萬 但是我是一天五千 五千八千聯繫二十年 所以我應該超過一千萬 那蓮姆法師念到五千 五千萬 他追上來了 他追上五千萬了 他現在什麼 靈絕出來 他很多那個夢寺也跑出來了 然後他自己的病自己治 他結了很多眾生炎 他也是拼這個慈民成就 我們密教有三大成就 也是寫在來自佛國的語言 所以上司只拼慈民成就 就是慈咒 一斤一咒 加加了兩斤一咒 如果你要當上司 就要七斤三咒 還有五大燦 你幫同門幫五大燦 那個癌症會不見 你敢不敢跟他跪啊 跪了幾千萬 回向給他 還不用收紅包 免費幫他祝念 佛祖一定 一定看你行菩薩行 他一定會加持那個師姐 很快就好起來 你敢不敢下去拜 這就是你要行菩薩行 你就是要跟著師尊 因為我們沒有錢做火供 火供你要做兩百坛四百大 你要花很多錢 最少兩百萬 一坛最少一萬 最便宜都要五千 火供 火供一千 一千塊是要怎麼做啦 兩坪香水一個SO都不夠啊 還有其他的 對不對 我就要問他一千塊怎麼做 董哥要一萬啦 我雖然沒有做到兩百坛 我最少有做五十坛 但是我發現這個法門不適合我 因為我們租人家的房子 不可能天天燒火供啊 上面會投訴啊 所以慈敏成就是不用花錢 只花時間 嘴巴不講話就趕快慈奏 慈在心裡 上次是用金剛送 如果我用蓮花送我要喝很多水啊 我喝 我念金剛送跟光明念送 就用觀想的 恩咕嚕連身吸地喉 恩咕嚕連身吸地喉 不快不慢 恩咕嚕連身吸地喉 如果你念常咒就 恩咕嚕咕嚕 阿喝撒撒媽哈連身吸地喉 就到丹田了 再停兩秒鐘再吐出來 恩咕嚕咕嚕咕嚕 阿喝撒撒媽哈連身吸地喉 有兩種修法 上次是混在一起修 為什麼修師尊的慈敏成就 修師尊的咒 你會得大成就 因為師尊那個 蓮花童子心咒 就是六道金剛咒 匹如遮那佛 大日如來的六道金剛咒 是咒王阿 五方五佛中央 大日如來的咒王 然後師尊 他濃縮成 恩咕嚕連身吸地喉 八個字 你練到一千萬遍的時候 你這個手可以自白兵 師尊就鑄頂合一 你不鑄頂他就自動鑄頂阿 你沒有跟他求他已經站在你後面 說 改機票 你這個機票會噴到大風 香港機場不會飛 你就關在機場 那三更半夜就跟你改飛 就跟你講 你就趕快去改機票 改三次全部 全部都是噴到大風 那時候我在上海 那我要回台灣 要經過澳門 有時候經過那個香港機場 再轉回來台北或高雄 都是用轉機 我連那個SARS SARS的班機師尊都給我改 不然我就坐到 中頂員工來幫飛機 那時候我都坐港龍 我現在開始不坐港龍 我都坐CI 中SARS之後我就改班機了 現在我又改國泰 我不坐港龍我坐國泰 有時候港龍的飛機比較老 我坐的時候耳鳴 所以我就換飛機 我現在都換 CI的班機也比較舊 我現在往國泰 國泰的飛機比較新 你上下的時候他不會耳鳴 不然我要塞住耳朵這樣 這樣下來 這就是裡面講的 就是說磁名成就 很好修 你就要 你不管他 你一直趴念下去 合一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跟他合一 那個夢事會先出來 如果師尊夢得到 三本尊就夢得到 搖子基母 還有阿彌陀佛 觀音地藏 八大菩薩 這就是觀音地藏 你會常常 就常常會出現在夢中 但是你要知夢轉夢阿 阿不要被夢騙了 很多人是被夢騙了 我們很多唐主是被夢騙了 他有一點通靈 他就離開真佛中了 為什麼 因為你被夢騙了 那可不是三本尊 那不是夢騙了 年輕債主把你抓走了 所以你一定要 要行八正道 師尊也有講八正道 你一定要終關政見 要有出離心 要做一個真正的比丘 比丘尼 做一個真正的咕嚕 假的咕嚕 我跟虛空中的佛普薩說 假的咕嚕我不做 送了我就沒了 那假的嘛 那個帽子有什麼用 收一個小孩就收不好了 收收那個 歌庸大力保護公司 後面那個黑馬桑 那個黑衣桑 不要去的 收比你更好 老房子買幾百 高雄第一名的 就那個收小孩 收小孩的公壇 現在交接給第二代 但是他收不怕的 師姐都跑來給他收小孩 我免費跟他收小孩 我用歐 咕嚕 連生 十字方 三方誰給他收小孩 成功 十遍 十遍都成功 他就問我說你師傅是誰 我說我師傅是 must do 他說方平很壞 他說那是謠傳 我們師傅很優秀 他給我咬得很厲害很厲害 你看我給你收小孩都免費 下次回來我們請他吃飯 共爭 互教 互施 來 雷仗士吃飯 拜拜 聽聽聽聽 我用山洪水救了很多人 也很多人來歸於生活中 我應該超過一千人 我當唐主的時候 包括李祖家師姐 我們的大功德主 李祖家師姐 還有幾個大功德主 就是因為我用山洪水 幫他們身體健康 然後他問我說你們師傅是誰 我說我們師傅是羅師尊 羅師尊 現在在美國西雅圖 就是慢慢的就這樣子 引進他們進入生活中 這個菩薩 推薦我當上司是為什麼 因為我寫了五十本書 結完的時候我跟菩薩說 我不寫了 我要去閉關 三個地方 台灣雷仗士 彩虹山莊 或是美國 就是彩虹山莊 台北就是那個燕子府 烏來燕子府那裡有一個別墅 有一個師姐要供養我 我閉關 但是那裡有一個缺點 因為他後面都是墓園 跟我們雷仗士一樣 我在那邊住過一年 那裡真的是很好 烏龜 烏龜的穴 烏龜穴 燕子府小姐的烏龜穴 是個修行的好地方 這樣子 所以說我就 因為寫了這五本書 師尊拿了二十本去看了 禮拜一的長榮貴幹的聚餐 我又拿了三本書給師尊 說我把三十年的三十本書 融縮成三本 那個是《寫佛心香勿真如》 就是我三十年的那個心機利路 師尊怎麼樣把我交成金剛喪失的 怎麼教我寫作的 臨屍前湧的秘密 還敲開我的心扉啊 那個秘密 這個就是第二本我寫那個《彩虹仙香》 這個《彩虹仙香》是我兩年前去美國參加西雅圖的九月的秋季大法 那時候傳那個三仙女啊 是不是 三仙女夢思法 我在那個Costco那個酒店 第一個晚上睡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帶鬧鐘 導遊說7點Morning call吃飯 結果我三點半睡 五點半鬧鐘就響了 那個鬧鐘竟然是《彩虹仙香》 《彩虹仙香》 我就醒來 奇怪我沒有鬧鐘啊 我看隔壁的師兄還在打呼啊 我說奇怪怎麼可能有這個咒语 我就開窗戶開門窗 看誰誰在做早課 结果都没有人在做早课 还有第二天晚上 在睡梦中的时候 又出了限四个字 彩虹鲜香 我说佛夫萨 你是要叫我什么彩虹鲜香吗 如果是要写这本书 等我回台湾再写 我就把那个书名抄下来 所以我回来台湾 六个月后我就写了一本 彩虹鲜香 两百页 跟师尊拿个标准百页 所以我这次就把它印出来 给师尊先看 第三本就是2017年 我写一个五彩缤纷 这个就是 这三本就给师尊 就是说我 我领悟到的 我追佛组追到 这个追佛组 追到马来西亚 又到了三西五台山 又到了这个 这个师尊奖的这个 李嘉诚 李嘉诚他 花了三十亿港币 盖了一个 一座那个 买了一座山 盖了一个 观音的那个 慈山寺 一个 观音菩萨 白玉观音菩萨的 那个唐朝的禅寺 给人 千人 打禅 盖了一个庙 听说 供养这个庙 它可以添寿 不是哪一个大师 跟他提点 他真的要买一个山 盖了这个庙 给香港人拜 香港有个 大乙山大佛 师尊开光的 师尊灵魂出窍 去开光 师释迦牟尼佛 请师尊去开光 刚好 他要开光的时候 师尊在 香港 主持法会 所以请他 在酒店灵魂出窍 进入他的天心 就开光 这是大乙山大佛 也是很灵验 每次我去祷告的时候 真的是 可以一时风雨 天垂一向 因为观音菩萨 推荐我当上师 我去拜了这个 十三世的观音 那观音大概有十二层楼 十二层楼高 十五层楼高 那里是 很幽静的一个地方 大谱 在大谱 真的 什么叫天垂一向 我们十二点去 进去朝山 四 放晴的 到了大殿的时候 就变那个打雷 下大雨 我跪在那边 他就打雷下大雨 我就跟香港雷仗士的通门说 哇 菩萨下凡尘了 哇 风火雷电 全部到 冰冰叮叮叮 觉得天色都黑 就黑色暴雨 那我就在那边一直念念 就把生活中的那个菩萨 五六十尊全部练完 把他回向 我说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我们没有带伞啊 那我们停一下 拍个照 他就 他真的就马上停 我头一回 鱼就停了 就放晴 就 波影见日 一拍 哇 波月光都跑出来 菩萨很像很欢迎我们 去跟他朝圣 然后拍完照 他又下大雨 我就叫同文说 赶快跑 要下大雨了 又下了一个小时 我们喝杯咖啡 想进去李嘉诚的残访参观 结果 他说 李嘉诚的残访不能 人家参观 只能参观地藏店 我们地藏店 拜完之后 跟地藏王菩萨说 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因为我们两部车都没有带雨伞 他真的就停了 停了我们就下 我们就开车 到了尖沙嘴 到了六点都没有 都没有下雨 连续三天都没有下雨 这是天垂异象 听说香港雷杖是几个上市 在那边闭关 我们恭喜他 那里有风水的 上市会看一点风水 我写了二十本书 一道乾坤风水 我写了二十本书 那我看风水跟 我看龙水不拿裸盘 台湾雷杖寺报告 我是说太阳从哪边出来 当面 你跟我说当面在队 就好了 我就开始 就绕一千 绕一千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梦事就出来了 这个 这几分 四孙都说几分几分几分 他就出来了 九十分八十分七十分 就全部跑出来了 所以我用这种 这种 这种灵感写了 写了二十本书 师尊全部拿去看 就很神奇 因为你有一点梦事 我就看风水 是顺路看的 今天走到这里 就是说 因为里面有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 人人手一万事必 还有五方五佛有五大净土 师尊的是摩赫双廉子 阿弥陀的是极乐净土 还有毗卢浙那佛的是献洗佛土 保身佛的是俱德佛土 不空成就如来的是古音佛土 阿处如来的是不动佛土 阿佛菩萨 佛有十例 四个师无畏 阿菩萨有六度万行 师尊说你修清净行 你可以跟 这个阿罗汉相应 你修六度万行 可以跟 菩萨相应 你修气脉明点 你可以寄生成佛 这师尊学这个 来自佛国的语言 最后面的这个开示 阿我们真火中的净土 就是摩赫双廉子 在极乐世界的中央 它那里有八种鸟 佳林 平家 共命之鸟 会出荷雅 天鹰 土甲 土甲是黄金铺地 我们今天跟着师尊 乘火的脚步走 师尊要告诉我们 他是从磨赫双廉子来 他即将回到磨赫双廉子去 他把所有的口诀 新药口诀全部写在这里 希望人人都买一本回去看 不用买两百多本 因为很多同盟不看书的 但这本一定要买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妈你悲蜜 好